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哑巴的反问 我摇里摇头 说你别打雅米了 我在下面除了被一个突然不知从哪来的人手袭击过之外 就没有遇到别的东西 你说的他是人还是鬼 哑巴说 不是人也不是鬼 忽然间 他耳朵动了一下 周眉说 他来了 我打惊 不由得看向地洞底下 我以为哑巴说的他是地洞里那个神秘人 但是没多久便听入口处传出一阵脚步声 与此同时一道灯光跟着打了进来 我诧异地回头 看向入口处 原来哑巴这次说的他又换了一个意思 这个人是吕宋 吕宋单手提着鬼哭刀 一手拿着手电筒 站在入口处 将本就不大的入口夺去了打扮 他看起来并不狼狈 身上除去有些乌迹 并未看见什么伤 我估摸着是因为他手里的博书资料帮了大忙 想当初 陈慈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 最终从悬兵墓中找到了聚儿王墓的地图 但陈慈运气不好 他并不知道这聚儿王墓其实和鬼域文化还有联系 因而手里的博书地图最终没有破译出来 陈慈无奈之下才决定硬创聚儿王墓 最终落了一个生死的下场 而这份博书资料则先后落到赵老头和吕肃的手中 比起我们的狼狈和伤亡 吕肃单独一人却显得从容不迫 众人相对的一瞬间 他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意 就说 总算找到你们了 真担心你们会出事 冯鬼手面露喜色 立刻走到吕肃身边 凑到吕肃耳旁耳语 也不知说了什么 一边说 一边用眼神示意我们 吕肃微微一笑 最后点了点头 中公没好气地说 姓王呢 叛变也没你这么快吧 磨磨叽叽 说什么呢 冯鬼手这会儿已经说完 双手还凶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便听吕肃笑道 没什么 大家都是伙伴 别弄得好像敌人一样 之前一不留神分散了 现在重新聚在一起 咱们队伍的实力也强大一些 这是好事 我心中暗骂 这姓吕的睁着眼说瞎话 搞得好像现在才知道 我们的行踪似的 吕肃话音一落 目光一转 又落在哑巴身上 温声细语地说 我跟大家是朋友 但是跟这个人可不是 他手里刀侧了一下 刀口向着哑巴的方向倾斜 我心中一动 侧身挡在哑巴身前 跟着说瞎话 吕肃 这是什么意思呀 之前不是说好了打伙 现在怎么向你的打伙 人下手啊 怎么着 想黑吃黑啊 吕肃笑了笑 当然不是 不过我吕肃虽然朋友满天下 但也不是好欺负的 人何以待我 我何以待人 他之前可是阴的我 差点丢了性命 你说我该不该 把这个场子找回来呀 他说的显然是在 丛林里发生的事情 也不知哑巴当时 究竟是怎么阴吕肃的 一旁的文敏看出 我要保护哑巴 立刻取下腰间 紧用手枪 枪口虽然没有直直 对着吕肃 但是却有意无意地 朝着对面 意思很明白 我们没必要撕破脸 但是你也别想动我的人 咔嚓一声上唐声响起 文敏微微笑着说 吕先生 之前应该是一场误会 您就不要挂在心上了 文敏这个动作提醒了众人 没错呀 姓吕的就一个人 没有强怕什么 我们一时 只是被吕肃的气势给震住 倒忘记这茬了 于是我态度强硬了起来 人都是这样 欺软怕硬 势子转挑软的年 吕肃对于文敏手里的枪 视若无睹 反而提着刀 慢慢地朝着我们逼近 我也跟着急了 这姓吕的难道不怕死吗 或者他觉得 自己能快得过枪吗 这个念头刚闪过 便听吕肃对哑巴说 这下面的真相 你应该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吧 真相 什么意思 我看向哑巴 发现他一向冰冷的神色 产生了一丝波动 漆黑的目光 显得十分压抑 他没有回答吕肃的话 吕肃微微一笑 仿佛胜券在握一样 说 如果不是这份资料 我也不会知道这么多 说起来 这一切都要谢谢你 陈词 吕肃在吐出最后两个姿势 众人齐齐惊呼 目光不由地聚集在哑巴身上 哑巴受了重伤的身形 微微摇晃了一下 手忽然捂着头 似乎极为痛苦 就说 出嘴 哑巴没有反驳 冰冷的目光中出现了杀意 他的手腕动了一下 吕肃似乎早有所觉 在哑巴手腕微动间便说 难道你不想知道 这一切是为什么吗 这二人的对话 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吕肃为什么叫哑巴陈词 难道哑巴的真实身份是 那么那山洞中的尸骨又是谁的 吕肃为什么至今容颜不老 他为什么会失忆 吕肃又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一大堆问题涌入我脑海之中 但下意识的 我将哑巴护在身后 我看得出来 哑巴现在情况极为痛苦 他似乎有什么隐疾 本就受伤的身体 这会儿更是冷汗之冒 他这人一向是死成 寻常忍别人站着 这会儿只怕早就晕过去了 吕肃这话说完 哑巴像踩到什么痛脚一般 眼角抽动了一下 声音变得嘶哑起来 一字一顿地说 为什么 吕肃指了指 我们出来的洞口就说 再下去一次 真相就在下面 这个提议让哑巴浑身筋肉紧绷了一下 我看得出来 他其实很敬会这个地洞 哑巴在我眼里 是个天不怕地不怕 刀山火海 眉头都不眨一下的人 这个地洞我下去过 除了那面诡异的妖精之外 倒没有别的什么危险 如此看来 哑巴敬会的 便是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他 也就是之前三番两次 操纵枢纽救我们的人 吕肃说完 哑巴的气息变重了一下 漆黑的目光 看向深厚的地洞 我不知道他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现在平静的外表下 应该正在经历着一场 心理斗争 我忽然发现 自己对这个聚儿王牧的一切 还一无所知的时候 哑巴和吕肃 似乎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核心的东西 这种感觉很糟糕 我心中翻江倒海的关头 哑巴忽然对我说 你还有你 你们回去 他指的指我 又示意了一下文明 我惊恶说 为什么 哑巴看着我 一字一顿地说 诅咒 我会解决 我看着他冷静的脸 心里别体多复杂了 一瞬间有许多话想冒出来 但千言万语 最终 只有一句话 你真的是陈词 哑巴回应我的 只有沉默 这是默认 还是拒绝回答呀 我深深吸了口气 就说 解决的代价是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你现在连战都站不稳 你怎么解决 与你无关 他妈的 我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什么叫与我无关 我潜心万苦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 什么狼心狗肺的事我都做了 不该杀的人也杀了 现在你告诉我与我无关 如果你真的是陈词 你为什么不肯早点承认 你知不知道 爷爷是怎么死的 他以为你死了 他为了救你 被困在那个阴森森的古墓里 整整十四年 哑巴嘴角 抽动了一下 依旧没有开口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下集完